三合龍門交叉路口 一輛黑色轎車似乎來不及 直接在斑馬線上停等紅燈 機車貪圖方便 想要繞過轎車直接回轉 猶豫兩秒鐘 突然往轎車側面撞了上去 仔細看騎乘機車 56歲零姓騎士 機車打橫停在斑馬線上 定格一會兒 油門一催就往車輛撞去 接著把機車牽往工地旁 下車匕首劃腳 這還不夠 沒想到騎士鬧羞承諾 到施工工地拿了鏟子 就往車主坐視攻擊 其實情緒失控 讓車主夫妻看傻了眼 愛車被撞卻差點挨揍 好的警方火速敢抵現場 將雙方支開 被撞的43歲正姓駕駛 認為輕輕擦撞損傷不大 但對方態度實在太過惡劣 要求誠意道歉 否則要告到底 騎士撞車反而持鏟子 坐視攻擊 好在遠景在第一時間趕到 否則要是真的出手攻擊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記者董用軍 呂龍生 黃子鳳 何慧榮 新北市報導 登